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他们人都在 只是睡了怎么办 所以你要好好地为我们祈祷啊 开关在这里啊 怎么 停电吗 大概是出了一点问题 没关系 我到后面修理一下 你在这边等我 不要 我不要一个人 那你到车上等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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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就是这个阴云人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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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进去了 来 进来啊 进来啊 可以进来 别怕了 没事的 你怎么可以随便动人家东西啊 那有什么关系 来 来 今晚就好好清算一下吧 可是 这 送给你 这是什么 自己打开看一看吧 不管未来发生了什么事 亦然 你要相信 你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而且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你的外表 原来你刚才一直不下班 就是躲起来自作这个啊 你好自恋啊 居然放自己的照片 你本来就应该要有我的照片才对啊 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你的照片啊 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你的照片啊 难怪你那么大胆 这里是你家吧 你好聪明哦 你好聪明哦 你老是整我 害得我刚才一直提心吊胆 我好怕会被带到警察局呢 如果早就告诉你 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你真坏 居然演了这样一出戏 一切纯粹是为了博你一笑 这么多美丽的蜡烛 你应该是早有预谋的吧 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 那你的父母呢 他们常年在海外经商 认识你那么久 竟然对你的过去一无所知啊 但是 我却知道你所有的过去 在想什么 没什么 其实 关于我的过去 我也不够坦白 我想对你重新自我介绍 我也想对你重新自我介绍 上次我去罗丹家时 我说我的家庭很幸福 其实我的父母早就已经过世了 因为出了一场车祸 不过幸运的是 在我生病的时候 我遇上了我的恩人 我 deepest 请你无论如何要找到小余 你要治好他的脸 把我欠他的还给他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遗忘的水仙真的是我写的 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 不是这样的 我很感谢你对我这么坦白 所以你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你呢 你的故事是什么 为什么柴姐会这样缠着你 周凡余生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谜底终于要解开了 不知道跟你说了 是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卖关子太久也不好 不知情的人总觉得会受到欺骗的 我之所以带你来这儿是因为 喂 是你啊 海帝 凡余怎么可能跟人家打架呢 我在舅家 过去需要花一点时间 你先好好看着他吧 就这样 周医生出事了 你在这儿等我 我把事情处理好马上回来 我和你一起去 不 帮余对你有些敌意 这次见到他 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 但是 请你耐心等待 等我回来 我会把所有的谜 都解开 海帝 方哲 凡余一向很冷静 怎么可能跟人打架呢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你也知道 他这一阵子情绪都很不稳定 对了 你带依然去你的舅家了 我打算把事情的真相 全都告诉他 所以 我铁定出局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们先进去吧 可是 我是一个受过伤的人 我一点自信都没有 我会一直等 等到你伤口痊愈 愿意接受我为止 我一定要好起来 才能继续走下去 我不能停留在这一步 我绝对不会放弃 我一定会争取到底的 好 吃吧 你 一定有点 行了 行了 你们可以把他带回去了 谢谢 好 谢谢 樊宇 你在多冷戏什么 我 樊宇 方哲 你这真的家伙 还好意思站我面前 我 樊宇 樊宇 你冷静一点 方哲 他好像很恨你 你明天还上班 你早点回去吧 你一个人可以吗 可以 我是个医生 我知道怎么找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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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那么自恋啊 知道了这张脸主人的故事后 我仿佛受到了某种制约 我竟然也变得跟他一样的神经质 我可能在任何一个瞬间 忘记自己的长相 忘记眼睛真正的颜色 忘记嘴唇的弧度 忘记所有跟脸有关的细节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 我们在那边 原来她真的是个高材生啊 你好 我是周凡宇 请留话 喂 是周先生吧 我是司机的经纪人啊 我记得上次你问我 司机小姐在出事之前 跟她男朋友有没有什么异装 我想了很久 但是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过有一件事 我都一直放在心里 有一次啊 司机在走秀的时候突然跌倒了 有一个中年的男人 就马上的过来看他 后来那段时间啊 这个男的就经常来接他 他倒不太理我们 不过对司机倒是挺照顾的 从小就长着衣服完皮呀 这一定是小米 依然 你回来啦 怎么了 你的脸色怎么那么不好看啊 我没事 可能昨天睡得不好吧 周医生的事你处理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 至少她已经愿意听我解释了 是吗 我好饿啊 我们出去吃一点东西吧 可是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讲 才特地带我到这里来的吗 后来那段时间啊 这个男的就经常来接他 他倒不太理我们 不过对司机倒是挺照顾的 对不起 还是下一次吧 好 如果你愿意等到我伤口痊愈 那我也可以有耐心的 等到你跟我说为止 怎么样 还不错 不要吗 嗯 就吃那么一小口啊 小鸟一样啊 不行啊 随便蘸了一点东西 来来 我来 好了 我帮你擦好吗 好 之前我和布云 也曾经坐在这里吃过早餐 是吗 如果 你看到我以前的样子 改变了对我的态度 我 我会 我会 你会怎么样 我会很受伤 不过 为了让我自己好受一点 我会让自己讨厌你 我以前说过 知道你以前的样子 我才能更加体会到 你过去的生活 我才能了解 现在的你是怎样形成的 而且我也很希望 你能把过去的痛苦全都交给我 不要再一个人承担了 你真的想看 谢谢 你现在还来得及后悔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人很无聊吗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当做赌注呢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太没有自信了 我不相信我会得到幸福 所以 我要直接猜出人生中最不好的那一段过去 如果你不能接受 就请你离开我的生命 不要再让我抱有任何希望 那如果我愿意接受呢 那么 我的伤口不会消失 但是 他再也不会威胁到我 让我感到不安了 让我看你的照片吧 你不用并非客气 你不觉得我感受不了 因为我感到不想不求 是你不想不疯 你不误这个 你不要再记不想不疯 这就是我以前的样子 一个没有脸 活在阴影中的女人 如果我刚刚 绝对不看你的照片 我还是一样 没有通过你的考验 你还是会很受伤 而且 你会很讨厌我是不是 对不起 所以 我通过了你的考验 现在你愿意接受我了吗 我还有一些事 需要再确定一下 还有什么事 你说的 真的就是这件事 可是这件事 跟相信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问那么多了 反正直接开始就对了 你真的不会急 这货之后 我就很少出门了 好 今天我一定会教会你 慢慢来 慢慢来 可以喝一下 亲爱的小鱼 今天咪咪姐姐好高兴哦 因为今天 我学会骑脚踏车了 对对 慢点 别喝一下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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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来啊 慢点 慢点 很好 很好 平衡一下啊 小心 小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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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前面 看前面 对对对 你还好吗 不要再累了 万一受伤 刘夏巴怎么办 我才不怕呢 你这么爱漂亮 不怕刘夏巴吗 就算我被毁容 你还是一样会喜欢我啊 你这不肯定啊 那当然啦 因为我是全天下 最独一无二 也是最特别的一人 你这个女人真自恋啊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摔疼了 我没事的 我们继续练吧 待会儿再练吧 好吧 起来吧 小心啊 慢慢来 来 走吧 我们去那边看看 坐好啊 好 我会那么开心 是有原因的 因为有时候人长大了 就会变得有奇怪的自尊心 会很讨厌在别人面前跌倒 可是我的身边 却一直有一个 可以让我放心跌倒的人 他的手 永远在前方等着 要随时扶起我 在今天 我也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当你遇到真正爱你的人时 你就会知道 因为你会忽然闻到 一种特别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也说不确切 不过 有点像水仙散发出来的气味 怎么样 我记住还可以吧 姐姐 我又闻到了 我真的又闻到了 你说的那种爱情的味道 这是我跟老杭 跟布云 或跟任何男人在一起时 都不曾出现过的味道 所以 就是他了 不需要再怀疑了 对不对 如果 可以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你说过 你只能容许 自己在我面前跌倒 可是为什么你走秀跌倒时 去使别的男人去安慰你 虽然有这样一张美丽的脸 但我在镜子面前 却还是抬不起头来 我中毒了 如果解药再不出现的话 我可能就要死了 我可能就要死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吃下去这么甜美的东西 竟然 会慢慢一点一滴地 渗透到我的全身 甚至掌控了我的心灵 我完了 我已经上瘾了 我完全没有脑袋可以自救 我只是一心地渴望着 我的解药快点出现 早安 蓝女人 起床了吗 为什么今天那么晚出门啊 早出门了 不过 跑去弄了这个给你 为什么要给我祈求 没有为什么的 就是想送 来 拿去 我要上班去了 拜拜 姐姐 要去上班了 姐要去上班了 我也要加油喽 姐姐 每次解药出现 总能让我震惊下来 也能忘记 被复制脸部的不快 但是 如果有一天 解药离开我的生命 我该怎么办 好 我 女人 让一 让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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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父子 느 我 只剩下 只剩下这些解药了 对 对 我 为下一次吃药的时间 还有好久 不知道 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要谢谢你那天 把我从警察局里给保出来 不只是我帮的忙 还有方哲 方哲 你不会全忘了吧 那天你对着他又吼又叫的 不过最后还是他送你回家的 方哲是不会消失在你的生命中 你还是接受这个事实吧 至于我 不过我已经决定要撤退了 我已经决定要撤退了 为什么 为什么做出这么吃惊的表情 我认输了不行吗 其实 我也是不希望你跟方哲在一起 但是我也蛮讶异的 以你的个性 怎么会这么快就认输了呢 因为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而且这段往事点醒了我 哪一件事啊 哪一件事啊 大学时 我和思琪两个都是戏剧社最优秀的成员 当时有出话剧要公演 我记得那时我极力争取女主角的角色 没想到思琪并不想跟我争 他反而挑了一个女配角的角色 我记得那一次 就是因为那次的公演 所以才会让全校的男生 都疯狂地暗恋着思琪 是啊 我明明是女主角 我站在台上一百多分钟 却比不上思琪那十分钟 她就是那一种 不经意就会抢进风头的发光体 其实你也是很出色的 你不用安慰我 即使现在她不在了 都还是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我真的很嫉妒她 但是我也很崇拜她 做女人就应该像她那样光芒四射才对啊 她确实是一个女神 我是做不到像她那样吸引人 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有个性的女人 我一定要比方哲更快地转身离去 所以 是我甩了方哲 绝不是她甩了我 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那么不如站在我这边吧 什么意思啊 我希望依然离开我们的生活圈 同时我也不会让方哲的计谋得逞 依然那不是思琪 她跟方哲在一起跟你有什么相干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走依然呢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就是不想看到思琪的脸 和方哲在一块 这也是我能够为思琪做的最后一件事 好了不跟你闹了吃饭吧 小米 你今天表现真好 记得等一下奖赏你哦 晚上的时候我带你出去玩 让你追起飞机好不好 可是我现在看不见 小米 你现在是看不见 但是你的手还是有感觉吧 来 来摸摸看 这张纸是什么形状啊 长方形 长方形 对就是长方形 你现在把这张长方形的纸对角折起来吧 对就是这样 我知道你没有办法出门 心里面一定很难受 所以以后你烦闷时 你就可以折飞机 让飞机把你所有的烦恼都带出去 带到外面的世界去好不好 完成了 来 看一看 我会折飞机了 我真的会折了吗 当然会折了 而且还折得很好啊 你看 来 我们一起把飞机 飞到外面去好不好 走 好 到了 你先站好啊 哥哥把窗帘先拉高 把窗子先拉开 好了 来 把手举起来 准备好了吗 把飞机射出去哦 一二三 飞 射出去了吗 射出去了 它飞得高吗 高 当然飞得高了 而且 它的飞行弧度特别漂亮 我想 就算是最厉害的画家 也没有办法画出 这么流畅自然的线条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现在它降落了吗 它正在慢慢地降落 纸飞机 正在着你的烦恼 停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片草地很绿 是那种很扬眼的绿色 要是有贪吃的牛看到 一定会马上口水流满地 那是个很棒的地方 是吗 对 那是个很棒的地方 所以我的烦恼已经不见了吗 来 让我看一下 经过我的检查 我可以跟你说 你的烦恼已经完全不见了 好 我没有忘记 我竟然 还记得大雨哥哥 教我折了纸飞机